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同学生日了 你不要去弄个洋烟洋酒 现在已经很土了 你就说 画了一个兽陶 去给长辈祝贺 比什么都好 你也省事 但别人看起来很高兴 因为你送别人画的时候 其实所代表的是尊重 表示说你是个文人 你是一个非常有素养的人 有气质的人 所以我送你画 现在在旧时代送洋烟洋酒已经落网 所以说画画对我们人生的交往 朋友之间来往都是功能很大的 今天我们是画瘦塔 那在这个讲之前呢 我在就是要 因为我们现在急速差不多有四五十级了 这种东西其实是内容已经非常非常的多 其实每一集并不是一个礼拜你就可以消化了 这是我教学五十多年的一个经验 你其实已经相当多了 你只要去学会前面的比较多了 十级 二十级 你会以后 你后面都会自然就上去了 所以我们呢 也沉下来 常常就温固之心 去把旧东西常常拿出来 安安心 去细心的去把它消化掉 去把它消化掉 那今天所谈的一件事 我现在都是用最简短的时间 去把我这一生教画画六十多年的一种经验精华 很简单的句子让你去抓 不用讲的太多 那一般学生就我所知道 都会画了 每个人就是学了四十年五十年后 他最难的一项构图 就是构图上是困难的 其实逻辑学来讲 没有任何东西是困难的 一定要怎么样去把它简化 那以前我讲过 怎么去训练构图 其实我以前上也提过 第一个 不等边三角形 我再复一下 你把每个东西 不等边三角形 那不等边的时候 这第一个他会错落 第二 比较靠近的两个集在一起 是足 拉远一个就是刻 首先这个要记得 几何不等边三角形 第二个 紧字形 打紧 一把一个东西 各三分之一打完 紧字形的一二三四 这四个点 就是你预备放主题的地方 所以主题往往不会在中间 不会在横的中间 也不会在上中间 多半都在三分之一的偏的地方 所以是紧字形的一个相对的构图 再下面呢 最重要的就是S形 中文化叫做枝字构图 枝 其实它就是S 利用着S 懂没有一个 S形构图 去善用它 再下一个呢 中文化叫做七构图 就是一短一长 七的构图 在西方称之为叫西形构图 就是西 西有一个短有一个长 西形构图的缺口 是放主题的地方 就是你要 你要一长去 画一个了 一个短一个长 那中间画个了 缺口 放主题 那这个主题呢 不要放在长边的这边 你要放在短边的七上面 口的那个缺口的地方 去放主题 再叫做C型构图 也叫做七构图 也叫做枝字构图 西方也叫做S型构图 你大概抓到这几个药女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综合构图 就叫做破 破坏的破 那反正是一个东西呢 如果说今天我生一个枝 要么就穿过它 要么就不到 你穿过它叫做破 那就会产生前后距离 如果说一个主题 另外刚好到了它 那不知道谁在前谁在后 所以说0个不到 或者穿过它 那这个就叫做破线构图 这个破线的线会产生了四导作用 在西方来讲的话就是 线就是像我们手指东西一样 指当了东西了 那个线会引导别人去看那个东西 叫做视觉占流 像我们搞设计的人 搞美工设计的人 特别注重这一点 我现在画一个东西 我一条线穿过去 凭空什么都没有 就在这主题不写 我画一条线到这边停了 从中穿过去了 这个线的视觉跟它走 到这边停留 这叫视觉停留 这边过来到这边视觉停留 这个主题就被表现出来了 所以叫做一个线的破口处 就是放主题的地方 如果这样我们画水彩 画油画 特别中这个破 视觉占流 只要掌控这几个要领 基本上你构图难不倒你 还有我自己学的方法 我在家里面 这个书架上的书 核子几百本 很多人把书都拿来放了 装饰用的 但我书架上几百本书画册 名家画册 第一个注意到 我们将来要零画的时候 千万 很简单 你知道这个画家有没有名 把名字往书架上一打 尽量去找名家的画册做参考 那个没有名的 第一打他现在很多 哎呀谁画什么画 不要去看他 他不但对你没帮助 还害了你 因为他构图本身有问题 他的粗笔就有问题 我现在看到很多很用功的人 花二三四年打风口看 我给他感觉可惜 花了那么多精神 那么多兴趣 结果误导了 所以说要走正统 要走正统 那你就是不要购款 名家的 名家构图 他一定有 他今天的层面 绝对有他的常驻所在 那我几乎所有民家民政策 扣扣扣了一本书 是一本书 它里面有一百张画 那对我来说 也就是两张纸 或者一张纸 两张纸 我把每张纸打上格子 打上个构图 他每一个构图 每一张图 我都那么小一块 就把他构图的 用几何把它标示出来了 他有一百张画 我这是一百个小格子 他就在里面 那么当他 我这一百个构图 都尽到我这小的时候 我一过目 每一个画家都有 他的习惯跟特色 我一看 哎 张大千 黄千碧 七百十都知道 他都有构图 你就把这一个人 这一生的精华 构图的心理的精华 被你吸取了 那你就吸取了 无数个大名家的习惯 就会融合起来消化 变成你的构图 构图 创新的机会 这个是小动作 大作用 非常大的作用 这个很多 我想可能没有任何 其他的画家老师 告诉你这些东西 这是我这一生中间 摸索中间出来的一个精华 我摸索可能花了几十年 但我现在一句话 就摸到了 那我们做老师的 不要去吝啬 就是把这一生的经验 传给大家 让大家少走些路 就是我今天在构图上面 这个跟大家提到的重点 好 今天我们开始 我们来画 怎么样画 寿陶 谢谢大家 好 我们现在来画 画寿陶 寿陶 我们有的先画陶 后画叶 也可以先画叶 后画陶 先画花 画叶样 那就说谁在前 谁就比较先画 那我们这个呢 就先画叶子 就叶子在前面 那陶子呢 躲在叶子后面 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 把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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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打出来 打出来 打出来 好 来 墨色 那寿陶呢 比较长 我想说寿陶 比较长形 是属于 长形叶 回来 你看 你看 比较长 比较长叶 比较长 它跟琵琶叶 一个样 但是勾金不一样 琵琶叶就它 然后勾 直金 它要勾软金 我常提到 它叶是软的 所以它的叶片要带弧形 如果琵琶叶 硬的 就带直 带 带 带直的 回来 回锋 点 好 来 可以 类向外 可以 外向类 都 这都 可以 黑走了 融的 就配蛋 蛋的就配龙 我们可以用交替的方式来走 我往往一笔我不太换水啊 我龙 中 蛋 龙的 龙的 龙完以后 变中的 中的完以后 走蛋的 蛋的时候发现鼻还很深 你就把鼻头占水 它就蛋的出来了 我们就一定要讲变化 讲变化 你看不要怕 不要怕 也可以先蛋 再龙 这些龙 再蛋 我蛋完 我也变龙 可以可以完全完全就是让看你怎么怎么怎么自己怎么怎么怎么去掌控啊 我夜两组一大一小一组一克 完了以后 好 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画 画这个 我们来画 桃子 瘦桃呢 瘦桃 画瘦桃子有颜色 我们的笔呢 你看我的笔不黑 就说我 像画了这个页的笔 你永远不要再去画有颜色的东西出来 那瘦桃呢 首先打底 底呢 就是 黄 黄绿 黄 齐白石呢 是整个就用黄加红 他把它画得很熟的瘦桃 那如果今天我们把它画得比较 哎 就带点 蓝 带点蓝下去 蓝色下去 调出一个黄绿色 这个是黄 带点蓝 就黄绿色 打黄绿色 不要太偏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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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打成黄绿色 看看啊 这样 弄完以后 整个打到鼻肚子去 让肚子都有 但前面呢 比较 比较少微绿一点 后面的 好 打完了 好 然后太浓了 挤掉 好 这时候我要去沾 它头上呢 然后手是红色 是红的 是红的 好 这个时候 我希望很绿 很绿的时候不要去碰红 这两个会变张色 所以说 我是整个 整个是黄绿了 我头上去沾一点水 把退掉 退水 退掉一点 然后去挤红 去挤红 啊 这个是 这是 这是比较一样的 红 前面呢 再沾一点 深红 它就产生 红也产生了两个色 红也产生了两个色 出来了 好 好 注意到 它这个 这换的时候 浓在外 回锋 浓在外 向这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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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下来以后 不要怕 过来 这里呢 有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给它切 就是 伸到切 好 我把这里的身 去对付它 回来 拿到啊 我的身对它 对付它 你看 它在这边 我的身对付它 那笔呢 不够大 它到底没有了 这时候把笔头翘起来 用肚子 去补它 用肚子 或者聪明点 另外拿一支笔 这个是补回去它 把它补回去 这时候我的红不要出现 我就用肚子去 去把它的形状补回去 你看 诶 这样补回去 用 用 诶 这是 这一个下来了 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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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这里 你注意到这个形状 到这边完了 这个呢 是从这里 到这里来了 好 那 这个信 来补 补它 把它补回去 用这个补 你看这个 用后面的 这个补 就展现了 深浅 深浅 就是 受陶的 一个画法 这是这样的 注意到它 注意到它外形 这是一个方法 好 我们再补回去 再来 这个呢 是 它中间有个缝在这里 好 我们再来一个 可以 两个 这里是 这里是一个 做起来的 好 完了以后 回封 做出去 两边中 这时候 手上转一下 帮助它 过来 一 二 有点像画 画那个 那个 什么 以前 花略的时候 重在两边 重 轻 重轻 现在呢 这边 我变重了 我也变重了 我也变重了 这时候 我们 把它翘起来 用肚子 用肚子 刷 用肚子把它刷起来 这里 如果非白 不要紧 戴一下 或 再帮助它一下 戴一下 它就 晕起来 你看 这也是 方法 就是看着桃子的 这就是对你看桃子的两个方向 一个呢 是把重的往正中间 一个呢 重的往旁边 两边去 去重 去重它 就是看桃子的形状 这个时候我看着桃子呢 这中间这个缝 我没看着它 是另外一角度看着它 它就变成这种形状 所以说 两边出来 你看 最终啊 这中间 凸起来是 黄绿的 头上中间呢 是 红的 用正方式来 来表现 好 这时候我们再补回去 再来 完成后 我们再帮助它 像桃子的 现在是叶在前 淘在后 我再画一点 叶 它旁边 又有叶子出来了 在这个桃子 后面 在 在 在叶子 这个 这个桃子 又在后面 你看 到了桃子 停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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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住了 它站在后面 又出现了 这 这个方法 好 齐了 齐了很简单 出去 再出去一个 帮助它 躲起来 帮助它 帮助它 再出去 好了 这时候把它连起来 把它连起来 像这感受的那种好 全部在 我们 梅花 梅花 像进去要吃 它会吃到里面去 不要蹦就走 那么它就 不在里面去 然后把它们 拉回来 你就 就 拉回来 你把它穿进去 穿进去 拉回来 它就 这边出现 这边出现 都为了破那个线 有一些地方 它整齐了 你就去把它的线条 破一下 破一下 就是 你看我最后面 去点的 都是为了 为了去破除一些东西 所产生的一个 补笔的 补笔的东西出来 这都是齐了 破 把它破掉 如果它做这个厚实 好 OK 好 完蛋的时候 这个勾筋呢 比较 我讲完好 我们要比较 比较 弧形 才能代表它的 它的 它的 这个 软度 代表它的软度 我们勾筋的时候 勾筋的时候 注意到 要 我在里面看到 两笔 一重 一个小竹叶 再拉一细笔 竹叶 拉一细笔 竹叶 再拉一细笔 你看 重 这是我的老师 绍一圈的 特殊的笔法 别人都是一笔 唯独 他 教我的时候 就是特别国家 用拉 拉两笔 别人都没有 没有这样走过 这是我的老师 特殊的地方 那 我觉得很好 因为它 它会让这一条线条里面 产生了 轻重 一个重 一个轻 它就有 变化了 这是主金 有很多呢 就光画这一根主金 它也就OK了 你要想简化的时候呢 光这个主金出来 它已经也可以了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画 副金的时候 就很简单了 你就跟着它走 就跟刚刚画的地方呢 跟着它走 你看 只要成弧形 一二三四五六 后面长 拉到底 一二三四五六 拉到 把每一个线条呢 拉到底下去 不要拉到旁边 不要拉到旁边 旁边就太稀了 变枇叭了 拉到底 拉到下面去 带点弧 弧度 来走 基本上淡的呢 我们应该也都勾的比较淡 重的呢 黑的呢 我们勾的比较深 所以如果说 比重的时候 先去勾深的 先去勾深的 然后淡的呢 不要偷激 就把它清掉 淡一点 淡一点 再去勾淡的 带去勾淡的 淡的 勾淡的 它就会有变化 最后它线条呢 带弧度 长一点 带弧度 这个也是桃树的桃花 桃子的时候叶子的勾金的特别的地方 就在 就在 它的勾金 要比较 要 要比较 这个 弧状一点 弧 弧 弧 好 这就是 我们今天画的 瘦桃 就它的最重要就是 这边要有 黄绿 带红 产生这个 这个立体 那这也就是说 轻与重 前面是画了葡萄 琵琶 是各个的 这个呢 在这一个里面 它就要有 因为它有缝 就产生了轻重的组合 也有 两边重的 也有一边重的 我特别画两个 让你怎么来分 这是瘦桃的画法 OK 好 谢谢 Mai 哈哈哈 总 没有 巴黍 你 有 你 手 嘛 那个 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